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那么有网友呢 让老兵呢 详细的来讲一讲 这个国内啊 这个限电 拉闸 这是咋回事呢 是不是啊 有的网友就很生气 哎 你搞了我 尤其是东北的 是吧 咱们这老哥们 是吧 就过来跟老兵说 咱这停电停水的 是不是啊 特别影响生活 啊 然后就因为我是咋回事呢 而且网上呢 现在又众说纷纭的 是吧 说国家在搞这个政策 说地方上啊 有的要反对啊 就限制到老百姓这个生活当中去了啊 要逼着老百姓造反 让中央取消这个政策啊 当然这个是无稽之谈啊 因为在中国你下级部门啊 你要敢公然的这样对抗上级部门啊 那这乌纱帽都得完蛋啊 因为现在说实话 也就公务员稍微稳定一点吧 你其他各行各业的 说实话哪有稳定的 是不是啊 呃 在这里我想再给各位回忆回忆啊 再说这个 这个限电啊 拉闸这个事儿 因为这事儿呢 是中美的这个啊 应该不能叫中美 叫中油 中国和犹太的这个啊 金融战 中国跟犹太在在对决这个金融战啊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会等会说 很详细讲 那其实我这两天也是有一些介绍的啊 大致都跟各位讲了啊 包括那天呃 就是孟晚舟她回来的时候 我不是讲了一集那个美债吗 我说中国不可能去买美债的 大家懂吧 呃 这个 这个事情的框架非常大啊 那再说之前我得啊 帮各位网友来回忆回忆 大家还记得我去年刚做节目的时候啊 到之后我一整年我都在讲 我说希望各位啊 多存点款啊 真正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真的 啊 这个话我又说对了吧 当然这 这不是说什么好事情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子 你今天真的别乱花钱了 啊 你看老兵现在 我现在都属于是低 都属于是低消费 啊 你看我上次发朋友圈 偶尔才去花那么七八十啊 到这种五星级酒店里面去喝个下午茶 跟 跟 跟朋友啊 也就偶尔那么那一下 平时现在都不外出了 那以前 是吧 那 那都是吃吃香的喝辣的 那现在都是啊 不太会去乱花钞票了 都是啊 啊 消费这个降级 啊 我也说不管你在国内国外 真的啊 现在这个全球这个金融体系很不稳定 咱们钱少了都什么 被很多都是被犹太鬼子刮刮走了 你明白吧 啊 这就是我今天要来讲的这个重点啊 为啥现在要限电拉扎 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为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那中国说实话 呃 据我了解 百分之七十的电 还是在用这个煤在发电 是吧 火电 火就是火力发电厂 尤其是呢 这次这个比较啊 严重的这个东北地区 因为东北地区主要就是火力发电厂啊 就是你的地方的就是离那北方的几个产霉大神都要近啊 包括东北地区啊 那现在你就是要火力发电要给他给他停了啊 那么为啥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国际呃 这个制造业的中心啊 世界工厂对吧 尤其是在这个美国德宝这个病毒啊 全球蔓延肆虐之际 也就我们啊 不搞这种群体免疫啊 以能为本 在党中央的坚持上领导下 我们率先实行呢 复工复产 也就是现在全世界 老百姓用的很 所有产品几乎都要从中国来生产 啊 本来呢 印度跟 这个越南能分销一部分的 但是呢 他们那个疫情也很严重 所以没办法复工复产 我们能复工复产 那么 我们得什么 作为全球的一个 这个中低端工业品的一个集散中心 呃 我们得大量的 对外去采购这些 原材料吧 原材料你采购过来 你才能搞生产吧 对吧 好 那现在 犹太资本 就是美国这些犹太资本 不过是美国英国也都一样的 这些票就全球的犹太资本 看中了 这块市场 哎 你中国在搞 在搞生产 好 那我大众商品 我控制国际期货市场 我他妈给它涨价 使劲涨 实际涨价 那你中国的这些老板 啊 这些企业 中小企业 你订单都他妈接到了 你还没东西 还没生产出来 这价格已经涨上去了 你又不能够违约 对吧 你只能硬着头皮去生产 但是虽然说出口很猛 啊 能耗都消耗我们中国人的 但挣不了什么钱 啊 挣不了什么钞票 所以但挣不了钞票 也得硬着头皮干呢 得有现金流啊 对吧 得他妈的发工资啊 不然的话你 你怎么办 是不是 而且 中国的商品不敢涨价 中国的商品一旦涨价了 我们搞的都是这么低价策略 那我们商品一旦涨价了 那就逼着啊 全世界其他的那些制造业的那些啊 原来的那些制造业 被我们打垮的那些制造业中心 又他妈的复工复产了 他们开始搞生产了 因为你中国产品不具优势了 你不具优势 他们不就是啊 又要复工复产了吗 啊 那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地位 不就不保了吗 啊 那不保了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也会面临到 很多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对吧 那犹太资本就看中这一点 他他妈先来耗你羊毛了 啊 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个 呃 零七零八那会儿 金融危机那会儿吧 对吧 股债暴跌 都是跟这个金融危机有关系的 美国印了他妈的这个 四万亿美元 现在短短两个月 美国印了三万亿美元 他妈是那个时候 算是二十七倍吧 那这样的话 你想想看 我一直都 我从去年就 我从这个拜登上台 刚开始我就说了 我说美国现在用 印那么多钞票 那么谁来还债呢 那 他们就找到 就是要中国来还债了 就是你 你中国就是实际股 他妈生产 你生产 你你涨价 妈的你亏的就越大 他就通过期货市场 来什么 耗你的羊毛 耗你的羊毛 大家懂吧 所以说 你心心口口批钱批钱干 他他妈一个一个金融 啊 一拉马上就 啊 期货市场一拉马上钱就就来了 钱就 钱就到位了 而且这些钱 他不是进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口袋 他妈全是进 他这些犹太啊 犹太人的这些口袋里面去的 所以说你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有手段来应对啊 我们就拿当时这个 澳大利亚的这个铁矿石暴涨来讲吧 啊 铁矿石暴涨也是由犹太资本控制的 币托 币和币托啊 这些企业啊 来这个实行的 那他价格暴涨 那咱们是不是进口铁矿石 就就说也也他妈的啊 要付很多钞票吧 采购价格不是很高吗 对吧 那所以那个时候一些澳垂就说 你看 其他的那些产品都无所谓啊 你看铁矿石价格这么高 都可以弥补 对吧 那我们也采取一些方法啊 比如说抛售我们的铜 抛售我们的铝啊 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铁矿石价格给他打下去 再加上这个出口不退税了 让这些钢材呢 再什么通过这种回流的方式 回流到国内来 稳定住国内的钢材价格的 这个市场啊 通过这样的方式啊 我们把它铁矿石价格给打下去 再加上西非几内亚啊 我们在那个地方的 西芒杜铁矿也开始开采了啊 那澳大利亚啊 他们不具备这种垄断了 那价格自然而然就跌下来了啊 那铁矿石我们可以把它狙击下来 那么这个他们没办法去去去炒作了 对吧 好 那怎么的 就炒作煤炭了 对吧 你中国马上要他们下手这个点也挑的很准的 就就对你对着你这个冬季来进行下手 对吧 啊 那他知道你东北地区没电多啊 那你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搞生产 你只能拉闸限电啊 拉闸限电 拉闸限电的情况之下 就是用很直接的方法把这一波给它打下去 但是长此以往肯定是行不通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冬天他妈的北北方你冬冬天你你你不供暖 那是要死人的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今年你看到没有北京也在做做抉择 大规模向俄罗斯采购天然气 就是要用天然气烧 啊 到时候来这个什么供来供暖 因为这个煤电这个停电 我看这个吉林省吉林市 对吧 已经都是发布通知了啊 不不提前通知 不这个不定时 随时随地可能都会停电啊 做好大家都做好准备啊 那你这个冬天你得熬过去吧 对不对 那像中国这样的有能力能熬 那其他的国 其他一些国家如果说没有能力熬的话 那不就死了吗 对吧 所以说我不是说他们在进行人口血井计划吗 所以说要破这个局 就是什么 一个是绿色的啊 像宁夏那地方光伏发电 还有就是说天然气 美国美元的锚定物是什么 是石油 我们就是要减少这种啊 石油跟煤炭的这种进口 现在我们就是要跟这个中国 伊朗土耳其俄罗斯来搞什么 这个天然气 啊 搞这个天然气 搞这个天然气 今后再进行什么 人民币的数字化啊 以人民币来进行这个结这个结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躲过美元的金融霸权 啊 金融霸权 所以说大家要要知道啊 美国强大就是因为他的美元金融霸权 他在1975年 我说过布林顿布林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 他就是又找了这个石油作为锚定物 那么现在 我们就是什么 中国有一个优势 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啊 这个搞绿色环保产业了 所以中国 我全球全世界我去看 就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是最最前面的 现在我们马路上电动车很多啊 对吧 我们现在对石油的依赖再减少啊 对石油的依赖再减少 同样的 我们在西部沙漠戈壁滩上 在宁夏那些地方啊 亚潭地貌上面都大规模造的这些光伏 那些是可以发电的啊 我们接下来就是重点投资核电厂 核电站和这个什么绿色的这些光伏发电的这些啊 我们大中国也也造了非常多的锋利发电厂啊 潮汐发电等等等等 就是要取代他这个煤 用煤来发电 你对外部的依赖小了 那美国 日本 德国啊 英国 他们这些搞金融的啊 他们属于是这个制造业的这个 应该说是这个工业上的一级市场嘛 我们属于二级 对吧 像印度跟越南属于三级 所以说我们得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同样的 我们得减少那些矿石的这个啊 进口 那同样的我们得重点得投资非洲 所以说之前呢 我和一个非洲老哥 我们也聊过这个 非洲的事情 他也说了 他说今后非洲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 是啊 正是因为非洲对中国非常重要 英美也看到了 所以要搞奥库斯 政治军事联盟 让澳大利亚 在不仅是在南海这个地方 啊 我们这里的南大门这个地方 搞事情 同样的 要威胁我们从非洲 进口这些矿产的 轮船 啊 货轮 他也要进行威胁你 从帕斯这里起航 直接在印度洋 至啊 非洲至印尼这一条线上啊 印度要南线这条线上 来什么 给我们制造麻烦 来威胁我们 所以说他要 澳大利亚要搞这些事情啊 大家明白吧 这个背后就是这样一盘棋 所以你看到没有 英国加入到美国在印太这个地方 来跟中国来牛逼 你看今天那个英国的啊 护卫舰穿过 耀武扬威的 就是通过打这个台湾牌 来达到给你施压 来达到他的一种金融的一些一种目的啊 所以这就是 我说过 不要再说什么中英关系 中美关系 中加关系 中澳关系 就叫中游关系啊 就跟中国跟游太老的这种 这种关系 大家要明白吧 是这一点 各位你要知道 中游之间的这个对决 我说过地球上最后 因为我们是唯一最后一个 自元系文明 它这种旁支系统的这种文明 是要来灭掉我们的 但是我说过 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维度 一个宇宙的一个维度上来讲 超级维武体系上面来讲 这是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的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说 战胜他们 就是彻底消灭掉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占据上风 邪不压正 为什么 如果说世界被犹太 完完全全控制了 那这个星球 没有纷争 没有战争 那人类社会将没有办法再前进 当人类社会没有办法再前进的话 早晚有一天会被别的星球 的他妈的物种给消灭掉 或者你就是 玩这盘宇宙游戏的 直接他妈的弄一颗陨石过来 地球就他妈的再次 砰 爆炸 就像恐龙时代一样 一样的 没有进步的 你就他妈的就完蛋 你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了 这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 没办法 我们都免被老鼠 都是他妈的被玩弄的对象 大家懂吧 所以说 邪恶的跟正义的相互干 干 因为干 人类社会在发展 这是我一直以来都跟各位讲的 但是你 不管怎么样 你也得干吧 所以说现在他们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到最后就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 这么一个体系 干他妈西方文明 所以说 印度他那时候讲的没错 现在是他妈的中华文明 在联合伊斯兰文明 在对抗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不就是西伯来文明吗 对吧 他不是西伯来文明吗 所以说这盘棋 你不要今天再去看什么 中英什么什么 都他妈是一伙人 只不过受操控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到最后都是一伙的 所以你不要傻呵呵的说什么 澳洲跟法国撕毁协议了 哎呀他妈的 就是他们跟我们又一伙了 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他们是一个体系的 包括 包括美国 英国 日本 你看这两天日本 又在搞他妈新疆棉花这个事 就是来打击咱们的这个 清工业 大家懂吧 啊 所以说你像日本这种国家 你他妈的必须你 就把他往死里干 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架构起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 啊 那么 我说过了 碳 我们叫碳中和 美国叫碳排放 啊 所以为啥这个里面也有冲突的 碳中和是啥意思 就是你西方国家 你也得跟着我他妈一起来 啊 节能减拍 你的他妈的这个 因为你本来就是 都去工业化了嘛 就是开始玩金融薅羊毛嘛 对吧 让他妈的别人给你生产 你他妈的就薅羊毛 那不行 碳排放就是说 针对这个发展中国家的 啊 你今年不允许生产这些这么多碳 哎 你违反我的这个规定了 好 就像制裁伊朗一样的 他妈把你使劲制裁你啊 通过新的毛定物 碳排放啊 来他妈的使劲来制裁你 所以我不是 从拜登政府一上探 我就跟各位讲过一起 那一集 关注量很低他妈才一万多播放啊 因为他才一万 大家都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啊 不是那种很血腥的啊 你很感兴趣 但是我说过 那个那一集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集就告诉你今后世界的 决斗场 就是他妈的这个气候 就是这个碳 啊 碳排放 我们国内呢 现在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喜讯 我们用二氧化碳 可以他妈直接提炼出来淀粉 这个又可以打掉美国的粮食霸权啊 粮食霸权 把它给打掉 生存权就控制在我们自己手里面啊 然后再加上跟他妈土耳其 伊朗 俄罗斯啊 我们搞的这个天然气啊 新的一个金融体系啊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躲过美国原子金融霸权收割 所以说阿富汗的稳定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最后一道政治障碍 现在彻底被破除了 啊 所以说 这个啊 是我们 局势在向我们 在变好 所以说啊 拉闸限电啊 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必须要要她妈在这样子搞 否则的话 我们损失的更多 为啥 现在你看 中国老百姓的存款 已经不足一百万亿了 啊 你你兜里的存款 是不是越来越少 是不是 你他妈的 你你天天在这里搞生产 你挣不到钱 你企业你不就完蛋吗 企业你不就倒闭 老百姓兜里没抄 没抄票 不消费了 企业生产啥呀 上哪去搞生产去 那不就是 财源嘛 倒闭嘛 那你不钱更少吗 对吧 因为现在这个 全球这个 啊 市场它是不正常的 因为美国的这帮 有有 因为就是这帮 有太老在那边搞事情 大家知道吧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 他们是不是 啊 是不是是不是 最最他妈的 最最最最回祸首 啊 所以说 你今天看这个世界 你必须要得懂这帮人 啊 你不你不了解这帮犹太老 啊 犹太资本啊 你对一切的这个背后的一些事情 你是看不明白的 你停留在就是很表面的那种看法 大家懂吧 啊 所以说 多看老兵节目 啊 你会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真谛啊 我原来也不知道 但是我退了法国以后 我就发现 完完全全就是这样的 你普通人 想要拦止那些挣钱的行业 去你妈的蛋的 你就开个餐馆就完事了 啊 要么就老老实打工 想上升很难的 都被他垄断了 啊 但是 但是战胜他们 也是可以的 他们自己内部就是分裂的 啊 所以说 这个啊 我相信老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就能明白 这是啊 限电拉闸 这个是和犹太资本的啊 金融大决斗 啊 金融大决斗 但是 美国在这个绿色能源 这一块产能上面 它其实落后于中国的 啊 所以我们 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 改革开放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都讲 就环保环保环保 你在中国 你你听到就是环保环保环保 对吧 这个 最重要 尤其是习近平领导下的 啊 金山银山 绿水线就是金山银山 这都是正确的 这都是一个大战略 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 重点就是中国 要发展自己的绿色产能 核电 啊 外部 主要就是以这个天然气 还有就是开发非洲 所以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海上交通 要到的关键节点的控制 啊 所以奥库斯集团的目的是什么 我相信各位已经很清楚 啊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这些势力 中国人如果不好过 你们慢慢比也非常好过 对吧 那就是核 就是核弹 他捞那么多钱 他其实很怕死的 就是核弹 啊 好吧 所以我们要放弃 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承诺 就是要对着他 干 啊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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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